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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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宫中 还对人说是讨价贼后所得 并把抢来的妇女全部赏给了手下士兵 这些妇女日后的生活有多悲催 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如此行为实在令人发指 而小编认为董卓杀人 或许并不是因为不喜祭祀鬼神 而是因为看见那些妇女 以及祭祀的财物动了心思 这才杀人越惑 如此行为跟强盗无异 或许强盗还要比董卓光明磊落一些 后来董卓胆子越来越大 强强明磊已经不能满足董卓 董卓还私自进宫玷污公主以及宫女 其凶残暴逆 实在是人神共愤 刚开始董卓十分信任尚书周碧 独碧爱以及成门校 魏武穷等人 并且启用了一批他们推荐的人才 可这些人才后来因为不满董卓暴政 于是私底下联合起来企图反抗董卓 董卓的支持事后第一反应不是去镇压他们 而是派人去杀死周碧以及武穷 因为董卓怀疑他们是出卖背叛了自己 而实际上那些人才的谋反跟周碧二人毫无关系 周碧对董卓还是很忠心的 可董卓根本不分青红造白 直接杀了 后来诸侯起兵讨伐董卓 董卓十分惊恐 他把天子一驾到长安定都 然后自己烧毁洛阳宫殿 无数文物珍宝在火中被烧毁 董卓还把汉朝很多先帝坟墓都给挖破 从中拿到一大堆宝物 董卓更是喜欢乱用刑法 但凡有人有钱送给董卓 那董卓便开始乱判断 被诬陷受冤而死的人数以千计 民间百姓更是爱生怨道 熟人在路上遇见后也不敢张嘴打招呼 唯恐说出什么话被叹的误解 惹来杀身之祸 好人有好报 坏人有恶报 董卓作 出这么多残暴之事 满朝文武大臣几乎无人能看得下去 于是各地纷纷起义反抗董卓保证 王司徒也跟吕布密谋杀死董卓 而董卓最后也死在了自己十分信任的吕布之手 提到此点也不得不说几句 虽然吕布一生污点极多 被人称为三姓家奴 但吕布也还算坦荡君子 董卓所作恶事 吕布还真没有掺和几件 以管亏报可见一般 或许这就是董卓留下千古骂名 而吕布褒贬不一样的原因了 董卓坏事作绝 后来终于引起天下诸侯的讨伐 失去人心的董卓 最终被吕布等人所杀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作词